这阵子可以看到急诊室外面都是像这样大牌长龙的景象 越来越多的医护沉痛的呼吁 如果你是快晒阳性但是没有严重症状的话 就暂时不要来急诊 要将珍贵的医疗资源留给重症和急需要救命的人 否则急诊越来越拥塞 只会越来越多救不起的人 顾理师拿着大声工提醒 希望加快流程 让民众不用等太久 穿梭在急诊室外 不断和同仁讨论动线的是 辅大医院的儿童急诊主任王胜如 采访这天是他的休假日 放不下现场状况 照样来医院报道 筛检站的数据又破了新高 昨天总共筛检量是1080 那我们设筛站事实上我们原来定的两庭的筛检量的上限大概是400左右 可是我们已经撑到自己上限的两倍 那我们算过我们的设筛人员平均不到一分钟就要筛检一个 事实上我也蛮担忧家人 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小孩要会考 那有一个小孩他有神经系统的疾病 所以我也蛮担心说自己会把病毒带回家 在急诊第一线守护急重症病人 医护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有相守护的家人 因为属于高风险群 所以我可能我在家我会随时戴好口罩 包含晚上睡觉的时间我也都会把口罩戴好 我担心小朋友会被感染到 因为其实家中其实还是有小朋友没有办法打疫苗 要被隔离 我只是担心我线上的同仁他们的运作 因为毕竟其实也很多同仁陆陆续续被感染 那因为在人力缩减之后 其实留在线上的同仁 他们是需要调整到12个小时的 会线上的去安抚大家的一个工作情绪 同时当然我也希望可以赶快回到前线 即使确诊了 依旧放不下在前线打仗的同仁 在护理车旁被药 专责病房护理师全身包的密不透风 防护意外还有隔离衣 加上N95口罩 重重装备下 常常只能憋尿 口渴也难喝水 星星每扇门打开 都有等待照顾的病患 他们很难停下来 有一些病人他已经需要收治住院了 但是他却是无法治理 然后就可能说可能就需要有一个照护者 照护者的话指的是说不管是陪兵的家属 或者是说是一个康护的部分 但是卡在于说 第一个可能这个病人他无法治理行李之下 陪兵的家属可能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如果要请康护的话以目前的情形大概也很难 因为康护也不太可能进来状态病房 本身是健康者的话 还去照顾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那就变成了整个照顾压力都会落在 临床的医疗人员 特别是护理师的身上 随着疫情大爆发 这不是一间医院遇到的状况 北部的医疗量能已经瀕临崩溃 那政府一直强调滚动室修正 滚到现在变成急诊室塞爆 医疗人员感染必须上班 我们每天都看到疫情记者会上面 一直都有在说 全台湾的空床率有50%还有50%的空床 但是既然有那么多空床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市民在外面等 我们希望陈部长可以出来解释说清楚 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联谊企业工会等团体 集合在机关署前抗疫 救人的天职不该是血泪过劳的理由 他们是医护也是人 TVBS新闻谢谢新中江南王一杰台北新闻报道